这个人叫李毅 他最早应该是陕西省 到了厅级的好像是一个公务员 后来不知道三稿两稿跑到美国去了 跑到美国去以后 现在靠着极端的语言 又有很大的市场 似乎是被复旦大学反聘 或者聘请 曾经他和《新京报》有个论战了 就是说中国人疫情什么的 搞得比较好 才死了几千人 这个当没死人 那现在又开始了激烈的语言了 所以我今天呢 给你们这几个骂我的这几个畜生 我正式收回这个话 我重说一下 我重说什么 我重说话是这样子 中国有14亿人 死一半还有7亿 听懂了吗 我重复一下 给你们几个畜生 给你们混账王八蛋 给你们提供点新材料 中国有14亿人 死一半还有7亿 听见了没 你看这个人的言论 已经到了极端的那个法西斯言论了 他还可以到处去演讲 还有很多人去请他 可以也说 所以这是一个奇迹 太为观止 真实的反映了现实 这样的人啊 真实的反映了现实 你我觉得 让他消失还不是很好 让他消失 真实的现实没人反映了 感谢观看